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伊朗总统哈桑·鲁哈尼表示 由于美国政府制裁及新冠疫情 伊朗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年 据路透社6月28号报道 鲁哈尼当日在发表全国电视小话时说 由于敌人经济施压及新冠大流行 这是最艰难的一年 从2018年以来经济压力持续增加 今天这是对我们的祖国构成最为沉重的压力 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上台以来 对伊朗实施强硬政策 2018年单方面推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恢复并追加对伊朗制裁 引发美伊对抗加剧 伊朗新冠疫情爆发后 美国一方面称愿意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却继续实施制裁 伊朗经济状况加剧恶化 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近日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自4月中旬开始逐步取消封锁限制 伊朗感染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